感謝主席,主席辛苦了,中午的便當都還沒吃 我們現在請我們國安局局長 請邱局長 蔡委員好 首先,這個我跟別人問的問題可能不一樣,我先問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我一直很關心這個議題,中國的這個二十大 我想局長應該知道吧,中國二十大大概什麼時候要召開 2022吧 對,2022年 那我想整個國安局對於中國有個大陸事務處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目前中國二十大他們要召開 那他們的這個,所謂的他們的這個 他們自己最重要的核心,他們的常委 總共就是我們知道就總共有一個 政治局二十五個,然後常委是七個人嘛 我想這七個人名單你們應該都有嘛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公開資訊嘛,對不對 那這是這七個人的名單 我首先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報告裡面對這個沒有什麼琢磨到啦 我想了解一下,因為這七個人到了2022年之後 年紀都大了啦 所以我認為 其中一個重要的情資要做就是關心他們的健康啦 局長你認同我想的講法吧 我知道 那所以我認為這 局長也應該有這個睿智會交辦我們的大陸處 要了解這些的重要的健康狀況 因為他們都不是這個年輕歷盛的時候 都有點年老色衰了啦 好,那這幾個人啊 到了2022年你就這麼大了 當然權力的欲望是讓人家會緊緊握在手上的 但是還要看他能不能會不會力不從心啦 所以我問一下局長第一個問題 就你們了解這幾個人的身體狀況 都很健壯嗎 目前掌握大概這幾個在檯面上的 各排活動啊各方都沒問題 那我想請教一下齁 習近平就好了齁 過去有許多媒體報導說 他好像有小中風啦或幹嘛等等的情形發生嘛 對不對齁 你們的了解是怎麼樣 這應該跟機密無關了吧 這個就我們的了解是怎麼 因為有些訊息是這樣的報導嘛 所以我們就持續來關注 你們調查結果是確實如媒體報導的嗎 還是你們覺得有落差 這個我們就會參所而已 我們不會對外做公佈 那你們的了解是他身體很健康 還是身體不大健康 就跟報上的所宰的大概 大概類似 你只要告訴我大概類似就對了是不是 好那代表就是說 確實他這個健康有一點問題齁 那這幾個人因為都超過65歲以上到2022年之後 現在有個狀況是當然 中國共產黨內部把這個書記 總書記的這個時間任期 或者國家主委任期這個廢掉了嘛對不對齁 所以當然一方面大家會提到說 都是為了他2022的中國20大再繼續接下去嘛齁 但我看來他年紀有大的齁 這七個人裡面說實在 我也認為國安局要對他們 平常要多深入研究跟了解嘛齁 看起來這七個人裡面大概只剩下趙樂際 他那時候是剛好65歲 趙樂際這個人你們有做研究嗎 嗯 有沒有 他現在是什麼職務 中紀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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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紀委書記嘛 中紀委書記做什麼事情的 就是 在中國共產黨裡面他做什麼事情 這個紀律安 對 因為紀律還有平常人 紀律保房監察這一類的東西嘛 就管他們的黨紀的嘛對不對齁 那你認為趙樂際這個人未來有沒有可能出現啊 假設因為年紀的關係出現的可能性大不大 還是說他只是因為派系妥協放在七人名單裡面 了解我講的意思吧 我了解 還是說他有可能 因為過去我們認為的有可能的接班T隊都被cancel掉了嘛 cancel掉了嘛齁 所以他有可能會成為接班T隊嗎 我跟委員報告 以前研判就要拿幾個經常出來的 對 但是現在我們看也未必啦 只要在這個裡面的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他的選項也多 所以你認為說他下一次的接班 要嘛就是 習近平的意志 意志堅強他就繼續接班 否則即便要指定人群也不見得會有65歲的限制的問題 我認為也是 這個他不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因為過去他們強調換屆要65歲以下嘛對不對齁 那如果照我們國安局的評析來看 綜合各方的情報收集來看 以及他們共產黨內部的狀況來看 有可能即便 即便你如果不續任 或者他他續任他也沒這個問題 如果他不續任的話他的接班人的指定 也不見得說一定會 有強烈要求65歲 有可能會有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嘛 不見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個會涉及到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最重要的權力核心的一個改組 那我為什麼這邊講的原因是因為 我認為就國安局來講 最近這兩三年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繼續要做深入了解跟調查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尤其是我們要看到他在疫情的這段期間裡面 他們這些中國的重要的領導人 他們對於整個政治權力的掌控 有沒有出現什麼鬆動的跡象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為什麼要再一個問題就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美中貿易大戰延伸的一個案件 當然就是高科技產品的管制的問題 那我看到我們國安局有做一個報告 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建議為了保持我們台灣高科技核心競爭力的一個狀況 避免中國的竊取我們高科技的核心能力 你們建議要研修法律來做相關的配套等等 有沒有這回事 上回在這個修法當中 我們有些已經發覺 要掌握到這些高科技人才不要被人家誤虛過癮 了解好 那想請教一下 你們建議修哪一些法 還是新創法律 這個 你可不可以補充來 請法務人員補充 報委員 就是 大院在去年年底的情報工作法裡面 把這個高科技的 就是說營業秘密已經納到我們請求範圍 基本上我們現在法院依據是有的 所以你認為不用再修法了 所以說兩岸高科技的交流這一塊 要怎麼管制 我們也有在做這個研修 但是目前還沒有具體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看你們是今年二月就 我看到的報告裡面就有寫到 所以認為要在這部分研議部分的修法 來防堵漏洞 對 那現在已經三月了 那你們預估你們的內部的建議的這個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有 你總有個時間性嘛對不對 有開會討論過 對 那還要再請教一些專業的 好吧我想這個速度要加快 這個局長能不能請你承諾一下 就是說 居然這國安局已經內部先知發現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我想至少提供一些建議 或者要求我們的幾個科技部或幾個單位 叫他們提出來也都可以嘛 但是應該要有個時間 這個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問委員報告 這個時間點我還真的提不出來 因為 我這個議題上我在討論以後 發覺有些是民間的 對啊 怎麼要去管這個民間的 公家部門的都好 還有規範 民間的重要高科技人才啊 對啊 要不要納管 所以要納管 這是個好問題 了解我講的意思吧 因為第一個它是民間的身份 可是是它研發出來的高科技 又是國家重要的資產 沒有錯 過去他們的研發的成果 有些可能是國家委辦 或是這樣嗎 等等的 就入口美國就規定非常清楚 你要跟美國做生意 你的高科技產品要設在美國 他們有新的規定在做 提這個東西嘛 為什麼 為了要掌握核心關鍵能力的東西嘛 所以國安局也提出來說 針對這個東西 我們也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認為應該有些部分的法律 要來做修正 剛剛你講的營業秘密法 就是其中一項嘛 但是營業秘密法 大概在防堵商業間諜那一塊 沒錯吧對不對 好 所以但是我聽 剛才國安局的講法是認為 這個還有其他的部分 也需要再補強嘛 對 那我認為它是個重要的事情 我也很高興看到 國安局已經先提了這個東西了 那我覺得說 當然這個東西是涉及到 跨部會一起來努力的 不是國安局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但我認為 國安局應該來要求 就是透過國安高層 或者是國安會 相關的會議裡面 也要求其他單位 盡速的提出檢討報告出來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國安局也要 如果這些單位都不願意提出來 國安局也要一再的告訴我們的高層 要示警 說這是個重要 不要等到已經發生狀況的時候 再來提說 我們要來修漏洞 我覺得這是來不及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我認為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也是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的預算 高科技經濟安全的這個領域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OK好 謝謝我們局長 謝謝委員